安妞大家! 最近韓劇的收視冠軍就是 拆發家的小兒子 收視率已經超越了 非常律師語音舞 可能會成為2022年的韓劇第一名 我自己邊看這部戲 就邊覺得好眼熟 音樂裡面非常明顯的暗示了 許多韓國的現實人物以及歷史故事 你可以感受到編劇和原著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今天就要來解析一下這部戲裡面 名譽的10個韓國人失誤 很多人看這部片呢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三星集團 沒錯!這部片就很大程度的 參考了三星的家族成員 像是這部戲的大亮點 我自己都覺得應該是男一了吧 就是爺爺成仰哲 從他的口音、喜歡書法、計較壽司的米粒樹 收集古董瓷器等等 都讓人忍不住想到三星的創辦人李秉哲 李秉哲是慶上南道出生在韓國的南部 所以有南部的口音 那跟戲裡面一樣呢 他喜歡收集古董瓷器 不過有一個小細節不太一樣 就是他喜歡收集的是輕詞 而不是劇裡面的白詞 喜歡白詞的其實是他的第三個兒子 也就是三星的第二代掌門人李建希 然後戲裡面一開始出現的創辦人同像啊 就一看就非常的眼熟 原來在CJD制堂的總公司 一樓大廳就有李秉哲的3D銅像投影 我也特別跑去他們總公司拍了一下 給大家看看是不是跟戲裡面很像呢 那李秉哲的名字前面放的這個胡言 則是他的號 壽司的事情也實際的發生過 這是發生在1979年左右的故事 因為李秉哲本身超愛吃 特別是日本料理 他在日本的吃到好吃的呢 就會叫他的員工廚師到日本去學習 所以當時辛羅飯店的主廚一邊緩 就曾經到日本研修好幾次 那他也很自豪地認為 在韓國我應該是日本壽司界的第一把交椅 有次李秉哲和幾位主管到辛羅飯店去用餐 跟主廚聊天的時候就說 小李去日本有沒有好好學習啊 有的多虧了會長 我學習到了很多 那小李我問你 一個壽司有幾顆飯粒 他的主廚就直冒冷汗打不出來 因為他學到的是 每個握壽司的魚片是15公克 飯也是15公克 加起來是30公克 但是他沒有去數飯粒有幾粒 來我跟你說 一個握壽司它有320顆米粒 中午吃壽司多半是當午餐 320顆米粒就很OK 但是晚上吃壽司多半拿來當下韭菜 所以280粒米會比較適合 學習之路沒有盡頭 小李 你要記住這句話 那李秉哲對吃也是非常的執著 他甚至會找專家學者來研究各種稻米的口感 然後實際去種植稻米做測試 追根究底的個性 不過財閥的小兒子這部戲呢 也有融合了不同財閥的背景 因為實際上三星集團創辦人李秉哲 他的老家呢是當地的士生 所以白手起家的部分 比較是現代集團創辦人的出身背景 除了會長爺爺之外 其他角色也都可以看到三星的影子 例如三星創辦人李秉哲的二兒子李昌熙 就曾經為了爭奪經營權而向總統告密 總統總統我爸爸把資產轉移到海外 而且他還逃漏稅 你要趕快把他踢出這個經營團隊 結果告發沒有成功 總統還反過來倒打一槍 跟李秉哲說 你兒子告發你耶 李秉哲是氣到直接把兒子逐出韓國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 就不准你回來 這是不是也跟戲裡面 想要跟敵人聯手打擊公司的二兒子很像呢 那戲裡面女兒跟女婿的身份差異 附加千金和平民檢察官的婚姻 也被認為影射三星第三代的長女李富珍 因為他當初沒有跟豪門聯姻 而是跟身邊的保鏢結婚 這個身份差距當時也是一個大新聞 我在我的podcast第一集就有聊到 有興趣的可以去聽聽 那跟戲裡面一樣 李富珍也是一直想要參與三星的經營 也對繼承權很有野心 戲裡面的成星君和媒體二代結婚 這也讓人聯想到三星集團和媒體的姻親關係 而且真實世界裡面還不只一家 或者是兩家 韓國有三個偏右派的大報紙 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 簡稱為朝中東 東亞日報跟三星有姻親關係之外 中央日報甚至是由三星在1965年所成立的 到1999年才從三星集團切出去 雖然從三星切出去了 不過中央日報的會長還是由三星的姻親擔任的 簡單來說中央日報的現任會長 他的阿姨的兒子是三星的副會長 也就是他要叫李在榮表哥 雖然是有姻親關係 不過後來中央日報成立了電視台頻道JTBC 一天到晚在diss三星 所以說有關係不一定就會沒關係 戲裡面用數字來做順陽的家族成員的代號 例如宋宗基他就是四之二 而實際上在三星內部呢 則是用英文來做代號 像是李健熙的代號是英文大寫的A 他的老婆洪羅喜呢 則是A然後加上一品 李健熙的兒子李在榮代號是YJ 長女李富貞則是BJ BJ 嗯 對 那我剛好前陣子有跟在三星工作的朋友吃飯 他們真的就是用YJ在稱呼李在榮的 在戲裡面爺爺想要做一個金融控股公司 透過持有這間公司的股票來控制整個集團 那現實生活中呢 三星也是透過複雜的交叉持股方式 讓家族成員來控制整個公司 這個主要的控股公司呢 就是一個觀光客很愛去的地方 愛保樂園 所以三星家族成員持有愛保樂園的股份 愛保樂園持有三星生命保險的股份 三星生活保險持有三星電子 三星電子持有三星信用卡 三星信用卡又持有了愛保樂園 用交叉持股的操作呢 來支配集團所有子公司 其實不光是三星呢 別的財閥集團也有用同樣的方式來操作 不過三星算是最有知名度的Case 接下來聊幾個戲裡面出現過的歷史事件 先講一個比較輕鬆的 就是甜甜圈 宋仲基為了投資專家吳世炫 特別的把吳世炫所喜歡的甜甜圈品牌 給引進到韓國 而這個情節呢 是來自韓國另一個財閥 也就是樂天集團 登登 就是這個牌子Crispy Creme 樂天集團的會長新東斌 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就愛上了Crispy Creme的甜甜圈 後來在2004年 他就把Crispy Creme給引進到韓國 網路上可以找到他為民動10號店剪裁的樣子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對甜甜圈是真愛啊 接下來則是第六集出現的上沿洞數碼提成 這也是實際上真的有的開發案 大家如果從機場搭空航鐵路到首爾市中心的話 在宏大的前前一站呢 就是數碼沒提成 在這裡下車然後走一段路呢 就可以看到各家電視台 那我之前工作的電台呢 也在這一區喔 我們公司的隔壁就是JTBC 這裡除了各大電視台 像KBS、SBS、NBC、YTN等等之外 然後也有很多新創公司啊電玩公司 算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區域 我之前在講非常律師語音舞的時候 也有拍到這個地方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戲裡面出現的幾個收購案呢 也是從幾個真實世界所改編的 劇中呢順陽成功收購了雅進汽車 這個雅進汽車呢 指的是KIA汽車 實際上當時三星想要收購KIA汽車 但是呢沒有成功 最後得標的是現代集團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韓國兩大汽車廠商喔 一個是現代汽車 一個是KIA汽車 關於半導體呢 三星也是從弱小到壯大 一開始很多人都很不看好這個產業 那在1974年的時候 三星收購了一間叫做韓國半導體的公司 就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很不看好嘛 所以李建希他還是用自己的錢 不是公司的錢喔 去買下這間公司的股份 雖然後來也有好幾年的虧損 但是一直努力之下呢 三星的技術就逐漸的提升 現在也成了晶圓代工界的第二把交椅 那這個第一名呢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台積電 系裡面股價大漲又大跌的 New Data 公司 也是有真實案例 是一間在1993年設立的 Ceylon Kisoo 公司 它提供的是網路打電話的服務 當時很受到注目 它在1999年8月上市 一開始是一股2300韓幣 後來到了2000年的3月呢 它漲到了282000韓幣 足足漲了超過100倍 有在買股票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漲幅是非常的驚人喔 但是後來網路電話的營收不如預期 加上大家也知道 在2001年的時候 這個.com 的泡沫喔 所以這間公司的股票呢 在2000年的年底就掉到了 韓幣5000元 那三星當時也有購入這間公司的股票 賠了有上百億韓元之多 所以大公司也是會被割韭菜的喔 大家心裡可以平衡一點 以上就是財閥家小兒子 這部戲裡面明顯參考的 10個韓國人事務 其實還有很多細節 都有很明顯的參考影子 像是Miracle這間公司啊 嫁入豪門的女演員 金銀畫廊的富家小姐等等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之後再用Podcast來詳細的講一講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還喜歡 掰掰 第三個兒子 第三個兒子 雖然切出去了 不過中央日保 日保 這也是實際上真的有的咖發 咖發 只要我 就不准你回來 因為 profession 認真 我 真的要做過 那些詳細的 說明 我 走